今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篇基于KEG的代谢通路识别系统的文献 COBUS 2.0 首先让我们来回归一下COBUS 1.0 COBUS 1.0是一个基于KEG代谢通路知识库的自动注视分析系统 近年来基因组测序、基因芯片、蛋白质组测序等高通量技术蓬勃发展 并已被广泛应用到生命科学各领域 产生了海量的实验数据 经常涉及数百甚至数千个感兴趣的基因或者蛋白 如何通过生物信息学的方法自动高效 客观地从系统水平解读这些实验数据的生物学意义 探索基因如何形成代谢通路 控制复杂的生命现象和行为 则成为后基因组时代的一大挑战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 对大规模基因组或蛋白序列进行快速高效的代谢通路识别 并进一步挖掘基因或蛋白分布最密集或者相对于随机背景具有 统计显著性的代谢通路的生物学意义 魏力平老师课题组在2005年研发了Kobas 1.0 可进行快速可靠的代谢通路识别分析 并挖掘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代谢通路 Kobas 1.0在实际使用中产生了很多成功的应用案例 但也暴露出一些缺陷 而且随着数据量的增加 研究需求的变化 Kobas迫切需要进行改进 针对于此 魏力平老师课题组在2011年发布了新版的Kobas 2.0 Kobas 2.0以从单一的代谢通路知识库 Keg扩展到Keg Pathway NaturePID Biosec Recton Passer 5个互为补充的代谢通路知识库 以及Omin Keg Disease Foundo GAD和NHGRY 5个人类疾病数据库 Kobas 2.0同时支持基因ID和基因序列相似性查询 这一功能使得用户可以研究 其他物种与人的代谢通路和疾病的相关性 这是现今其他基因功能复级分析软件所不具备的功能 Kobas 2.0主要由注释和识别两个程序组成 首先注释程序将输入的基因与后台整合的数据库作对比 预测出可能的代谢通路和相关疾病 当输入的基因为ID时 可以很快地从Keg基因中解析出结果 当输入基因为基因序列时 首先通过Blas将序列与Keg基因中的所有序列做比对 要求Evalue小于10的-5次方并取前5个进行后续分析 当然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设定特定的预值 第二个识别程序将对注释程序得到的结果与全基因组经营背景或芯片数据做比较 得到选注统计学意义上的通路和疾病 前面我们介绍到了Kobas 2.0的一个显著优势 在这篇文献中作者用一个实力来为我们展示了Kobas 2.0的这一应用 作者分析了横河和海马体中参与记忆和认知的两个主要部分 海马脚CA和尺状回DG的芯片基因组表达谱 通过芯片基因表达数据分析鉴定出371个CA上的上调基因 然后用David和Kobas 2.0来对这些基因进行太系列通路和相关疾病注释分析 David只能够在他的Keg Passway和Panser两个数据库中 检索横河和海马基因的ID 最后并没有找到具有统计显著性差异的复极通路或相关疾病 由于Kobas 2.0支持序列相关性对横河和海马基因与人的基因进行比对 充分利用了人中代谢通路和相关疾病注释更加完整的优势 371个基因中的130个基因都找到了相应的代谢通路和疾病 经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后 有61个基因注释了代谢通路 30个基因注释了相关疾病 并且这些结果与海马体这两个区域的功能相符合 作者还对Funk Associate 2.0 Autonomic 2.0 Bingo和Azzy这些流行的基因功能复极分析软件 与Kobas 2.0做了同样的比对 结果显示Kobas 2.0的结果更准确可告 而且能够预见一些新的生物学过程 综上 Kobas 2.0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基因代谢通路和相关疾病注释和识别的分析系统 我们用到的参考文献 有Kobas 2.0和Kobas 1.0 这是Kobas的一个在线网站 最后感谢我们小组所有成员 感谢同盟助教 感谢高歌老师和魏丽萍老师 谢谢大家 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Kobas网站的使用方法 打开Kobas主页 点击左上角的 annotate的选项 进入annotate界面 首先我们应该选择正确的输入格式 格式可以是 基因的 FASTA序列 或者是 BLAST的输出结果 也可以是基因的 ID号 我们选择基因的ID号 并从本地上传一个文件 然后物种选择人类 点击run 我们来看一下注视结果 结果中列出了输入文件中每个ID号对应的基因 点击可查看关于该基因更全面的信息 包括基因名 定义 此外还列出了其他数据库中的交叉链接 在完成基因注视后 我们就可根据这些注视信息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 从而找出该基因在所选物种中最有可能的通路和相关疾病 在输出结果的上方 我们选择 Use this file as identify sample input 选项 点击 显示根据输入物种可用的数据库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许多数据库可以选择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筛选 在这里我们使用默认选项全选 点击run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 待其运行结束后 我们可以在左侧 Analysis History当中 找到我们的输出结果 结果中列出了通路名称term 所在数据库Database 以及ID号 样本数目 和在通路中 Map的输入基因数目 PValue 以及修正的PValue值 相应的我们也可以点击 查看与疾病相关的信息 理论上来说 PValue值越小 代表鉴定结果越可信 我们将修正的PValue值 以声序排列 用户可根据需要选择一定的PValue值 那么我们就找出了与查询基因可能的相关通路或疾病 点击可查看每条术语的详细信息 从而有助于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演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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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